沙石车轮胎脱落早已经不是第一次驾驶惊声尖叫 因为对象车道飞来一颗轮胎高速弹跳四次 索性驾驶躲过一截只有车子被撞翱 高雄也曾发生类似的意外 一颗车轮脱落直接撞上民宅柱子 喷飞在马路上滚啊滚 差点就砸中旁边车辆 这名车主就没那么幸运 轿车直接被轮胎砸出大洞 驾驶头骨当场被砸裂送医不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轮胎脱落意外频频发生 实际询问修车师傅 轮胎会突然弹飞 一共有两种状况 一颗都是轮胎的螺丝 切断松动出来一颗 两颗弹出来不是螺丝松掉 是这个心有没有 轴心断裂 整个拉出来之后喷出来 轴心和螺丝都是关键 只要一个松脱就会喷出轮胎 这变得保佑 平常要固定说半年或一年 固定时间要换 要开始来保佑 不行就换掉 业者表示 轮轴八个月就要保养一次 但如果车主时常跑山路 半年就得保养 一旦发现胎压胎纹不足 或是螺丝松脱 就应该要马上处理 否则天外飞来轮胎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林医生 炎玉龙林玉君 宜兰澎湖报道